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介绍的来宾第一位很帅 她是来自瑞典 娶了台湾太太 现在在台湾发展当艺人的方马丁 大家好 我是马丁 这个很帅 这个瑞典来的台湾新郎 要这样讲 可以 结婚四年了 对 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嫁到瑞士 这个老公是瑞士人的龟娜 龟娜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龟娜是中华人 对 本名是陈雅慧 对吗 对 好 吃好道修复 跟小米也介绍到瑞士 好 瑞士的老公不好 对 另外 这个大家最欢迎的作家 库玲 库玲 你好 另外库玲 她说她真心有点遗憾 要说一下吗 就是她没有带过的外公母 对 买乎了 下辈子加油 她刚才不是这样说 她不是这样说 OK 好 另外在我右手边 这个是嫁到韩国 老公是韩国人的泰咪 红衣大哥好 大家好 我是泰咪 泰咪她是网红 就是在网路上非常红 好 另外是这个老公是美国人 她是欣西亚 欣西亚你好 周大哥你好 大家好 我是欣西亚 好 欣西亚这个穿得好红 这一集是这样 就是说台湾有一些改变 台湾的改变是什么呢 在2016年的上半年 台湾总共有9791对的异国婚姻 那这个比去年的同期少了174对 那少的部分最主要是 外籍新娘嫁来台湾的变得少 那反而是外国的新郎 来娶台湾的太太变得多 所以我们现在是出口转外销 就对了 出口转外销,贸易越来越好 好像台湾女生这个订单不错 唯一上涨的订单就是不错 唯一上涨的订单 比店主要更好 这增加的比率是8.1% 那这个刚刚讲9791对里面 这个外国的男生来娶台湾的太太 有2439对 这个十几年前 应该是讲是13年前 新郎和异国婚姻 外国新郎来娶台湾新娘 台湾女生的只占11% 现在就是外国的男生来娶台湾太太 已经成长到25% 就表示台湾的三个小孩 表现越来越好 倍受欣赏 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异国婚姻 异国婚姻毕竟真不容易 因为它有太多的文化的冲击 对不对 有很多生活习惯上必须要适应 有人说出港国的 对吧 就你离婚了 又是出外国的 对吧 会不会更难 我觉得文化上的差异 其实是比较容易克服的 因为现在世界村的时代 到哪里也是麦当劳 也是星巴克 大家看的也是好莱坞的电影 但是我觉得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些 夫妻之间的事情 可能是会让人很不习惯的 第一,譬如说台湾男人的大男人主义 对 很多外国女生可能嫁到台湾才知道 原来台湾男人不做家事的 他爸爸也不做家事 甚至连饭都不自己盛的 那更不要说照顾小孩包尿布 这种优良传统不容易改变 对…我动画 我台湾文化渊远流长 博大今生五远佛界 立武千年而不衰 自有其颠簇不破之真理 不条件 台湾中文士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台湾人的亲戚关系非常复杂 你们亲戚就亲戚 对不对 可是你看台湾 这个叔叔的女儿叫什么 这个女儿就是 舅舅的女儿叫表妹对不对 叔叔的女儿叫什么 堂妹 姑姑的女儿叫什么 表 又表妹 又是表妹 非常复杂一大堆 然后表公三表公六表舅 然后这些人都关系一大堆 就…你… 刚才这样我们还九十公了 对啊 还要应付这些人 那当然婆媳的关系也是 就是我们要听长辈的话这一点 可能让很多人也很难…很难以接受 那第三个就是说 一个人在这边最不利的说 我们今天跟老公不好 还可以回娘家嘛 可以跟娘家求援 跟妈妈撒嬷 有道理 现在你回娘家回啊 LA啊 看机票要多少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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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亚她有一本书 她有一本书 她有一本书 爱上韩国欧巴 和你想的不一样 台湾的女生嫁给韩国人不多 很多耶 很多吗 对 等一下我对不起 我打岔且教一下 听说欧巴只有女生 可以 还有叫她的男朋友 你叫男朋友可以叫欧巴 但是弟弟叫哥哥不能叫欧巴 对 要另外叫 要叫兄 对 怎么知道 那都好 外国女生她都研究过 对 当时要嫁给韩国人 有没有想很多 有想很多 而且我的家人朋友也都想很多 他们就会讲说 韩国人不是都会打老婆 你真的要嫁吗 对 那就蛮很多 我们台湾人的观念是这样 对 因为韩剧里就是 动不动不是老公 就会给老婆一巴掌这样 对 那就是还蛮多这种想法 他们就是觉得 你这样嫁去韩国真的好吗 对 那或者是有的人就是 你知道在运动赛事方面 很多男生是会很不喜欢韩国人 那他们就会想说 你真的要嫁吗 你真的要嫁吗 就还蛮多这种 我有朋友为了 为了LINE是韩国人发明的 他死都不肯用LINE 这么坚持 对 不过你讲到这一点 我们真的认为 韩国男生是很会打女生的 因为像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有韩国的女侨生 她跟我说 反正我们就斗嘴 我就假装要打她 她马上跪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吓一跳 如果是台湾女生 你打… 她就跪下 所以国与国之间 都有很多误会跟惩戒 对 但我们对韩国就有这种成果 对 那你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 反而我老公他会觉得 台湾人很喜欢在老公的身上 就是你知道开玩笑的时候 不是会这样拍一下打一下 然后我老公就会觉得 这是怎么会这么没有礼貌 就是可以这样子乱打 对 老婆打…稍微轻轻打老公 那是一种撒娇 因为我不是轻轻的 因为我不是轻轻的 谁 那是我男生塞 那个男生故意逗女生提议 打事情骂是爱 故意讲一些话 让女生来打她这样子 对 那她就觉得说 在韩国的话 老婆基本上不会这样子对老公 然后像传统一点的韩国人 就是有的老婆 要比老公早起床 然后先化好妆 然后等老公起床 就可以看到你美美的样子 对 所以这样子就是睡觉前两个人 男生就先睡 所以除了想到说 韩国人的男人会打太太 然后她又想什么 其实最主要就是 怕没有办法 适应一个外国的家庭 因为跟婆婆 其实那时候也是只有见面 吃几次饭 又没有说真的生活过 所以多少会担心 婆婆不是都很凶吗 对 尤其韩国人那种大饼脸 然后这边都高高的 然后眼影都化很深 全骨高 然后眼睛咪咪的这样 我都想奇怪 那些人怎么会生下 那么漂亮的女儿 今天你要缓驳一下 好 好… 她意思就是一定是后天有… 你知道吧 对,所以很多那种玩笑话 就是说韩国人的全家福照片 长得都不像 就是会有那种玩笑话 女儿都很漂亮,妈妈比较不漂亮 就分得不太一样 好,又想到婆婆的问题 对不对?对 那… 还有 基本上婆婆的问题比较多 因为像我老公 他爸爸就是蛮早就去世了 然后他的哥哥跟姐姐都还蛮早结婚 所以他就是等于一个老妖 然后跟妈妈住了很久 对 那我婆婆就是属于非常非常爱儿子的 那种类型 对,就是会有点担心 但又会帮他盖被子 会,他有进过我们房间 直接冲进来? 他就开门进来 然后我在睡觉 那他是要帮儿子盖被子还是 没有,就是进来看看 监察 看什么… 看看…看过去 能不能看到什么吧 对,但就是没有在干嘛 好… 可是没有在干嘛 他应该也要担心吧 不然什么时候可以抱孙子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就即使是尊重的问题 对 不然你要去以后要开始适应 爸爸妈妈当时看到这个宝贝女儿 要嫁给韩国人 有反对吗 有,妈妈还蛮反对的 对 她就觉得说 台湾这么多男人 为什么一定要嫁去外国 不代表全体 台湾男人向你道歉 那后来你怎么说服妈妈 其实就是多让她认识 就是常常带她 就是让她来台湾 然后跟我妈见面 那我妈就是常常会问她 一些各种问题 比如说你身上有没有 哪里开过刀 然后你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整的 就是我妈会问一些很低调的 那好直接 我的脑尖 对 就是会问很多 哪些是整的 牙齿 牙齿 牙齿也是整的 只有牙齿 妈妈这样也对 因为担心这样的孙子长出来 没有生鞋 整个女婿都不下了 对 好… 那韩国的异国婚姻多吗 很多 其实很多 但是像台湾人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 但最近真的很多 而且很多是二十出头就结婚 结婚 就是像台湾人交过去 三姑六婆会很多吗 多 多吗 因为我觉得韩国 他们比台湾更传统 更保守一点 那他们就是家庭 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 就是各个地方的所有家人 就是全部都会聚集到本家 长孙的那个家里 对 那像我老公他是因为 没有什么亲戚 所以我们基本上 过年过节 都只有跟婆婆 然后他的哥哥嫂嫂一家 就很简单 那听说三姑六婆会觉得 你是用姊妹来 会吗 会 就是我婆婆 因为我婆婆是基督徒 他就是很多那种教会的朋友 他们就会想说 是不是东南亚来的 因为很多年长一倍 搞不太清楚 就是台湾跟泰国的差别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以为 是不是东南亚买过来的新娘 对 会觉得我们是… 我们是泰国人 泰国人用钱买的 整个搞不清楚 你那么白应该不会吧 对,我觉得你真的不像 老实讲 韩国人知道台湾吗 知道,但是会搞混 会也是泰国 对,因为对他们来说 东南亚都差不多 就是在南边的 然后他们就搞不太清楚 是吗 对,那如果说是 比如说金法碧眼的外国人 他们就会觉得 一定是恋爱结婚 这样子 那你们一定是用钱买的 没有,没有一定 但是就是会问一下 你是不是老公… 问我婆婆 就是你儿子 是不是没有娶到老婆 就是在韩国 所以才会去国外 带了一个国外的新娘回来 那我当然自己听到 我就会用韩文直接回话 因为就是要让他知道 我不是什么都听不懂的那种 那你还拜托韩文 跟她关博一下 假装说我说… 对… 三姑六婆… 对,不好意思 请问你是多少钱 被买过来的呢 那你写什么 完蛋了 就是什么 反正就是我们是恋爱结婚 对,不是… 不是要先买过来的 对… 所以其实每个国家的文化 真的差异很大 对 等一下我们来请假归纳 这个是嫁到瑞士学 我问一下 那个泡菜 一定要做泡菜吗 我不会做 可是不是韩国女生都要 连韩国男生都会做泡菜 不会 你这样不会被嫌弃吗 不会,我婆婆也不太会做 真的吗 所以我们家都是用买的 我跟你说,如果婆婆也不太会做 你的地位就很稳定 对,没错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这个归纳也写了一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 就是让我们多了解一些瑞士 你嫁去瑞士多久了 快五年了 五年了?对 这么久了?对 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我先生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对 你在台湾在瑞士 然后在网络上认识 是,那时候就是 你知道在台湾公时都很长 所以那时候就很累 所以我就想说 我不想要出去跟别人认识 所以我就在家里使用电脑 就可以浮远无界 就可以认识其他国家的朋友 这样子,还蛮方便的 所以你是联合国秘书长 最近都改选了 那怎么约会 约会就是我们会约定时间 然后用视讯 对 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先生也来 就是等不及看到我 所以他就马上跟他的上司请假 他认识我三个月之后 就飞来台湾看我 对 他第一眼的感觉是 很乱 什么东西很乱 台湾很乱 因为我们去瑞士 我上个月才去瑞士 你知道瑞士看到 真的是觉得很接近天堂 又漂亮又干净 每个人都脸上充满幸福 那我们都很想住在那里多好 可是居然我有个瑞士朋友 他说他好喜欢台湾 我说台湾这样又乱又这样喜欢 他说台湾好好,什么都可以 什么叫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就是没有法律 没有规定 干嘛都可以 觉得 我们叫乱中有序 就是台湾很轻松 对 他会有这种感觉吗 他好像有就是 我不知道其实是要看每个人的个性 像我先生他就觉得交通真的还蛮乱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骑车 开车 突然会有一个机车突然窜出来 这样子还蛮危险的 还有像我们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在瑞士通常都是行人优先 但是在台湾就是 你一定是先汽车 然后机车 然后脚踏车 然后踩车 然后踩车 对 所以他每次来台湾的时候 我都会千叮零万交代 其实你在过马路的时候 好好看车子 所以我很害怕发生意外 真的有事 我现在看一位老师 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女生 要去跌骨 跌骨要去欧金行买 欧金行买那种跌骨 在外面是用纤细的手架包起来 对… 你懂吗 他踩到我去跌骨 真的 有… 嘉义有一阵很流行跳钢管秀 那就要有一根钢管 结果警察局就去取缔 所以你店里如果有钢管 他就会叫人去站钢 结果大家就把钢管拆掉 拆掉就不能跳 对 还是跳 那个妹妹自己 人家摩托车载她 然后她… 真的 然后坐上去就可以跳 跳完再拆下 拆手 好 那就是说 这个到瑞士的异国婚姻多吗 非常多 她是在欧洲一国婚姻比例最高的国家 总共有21% 21%很… 很多 5分之1 对… 五对就有一对是英国婚姻 像我在瑞士认识一个台湾朋友 她也是嫁给瑞士人 然后她那个瑞士老公家里有四个兄弟 很不可思议的是 这四个兄弟都娶外国老婆 就有两个是娶南美洲老婆 然后两个是娶台湾老婆 瑞士女生是怎么样 很凶还是很独立 对… 就是她们比较强势一点 对… 我是有听闻一些瑞士男生觉得 瑞士女生有点难搞 对… 但是就是部分人 少部分人的 婚礼互不复杂 台湾婚礼是蛮复杂 对… 我觉得跟台湾的传统婚礼比 是真的比较… 是简单很多 通常你结婚的话 你可以分两种 有种事就是登记结婚 然后有些信教的人 对他们来讲 登记结婚不算正式结婚 就像台湾 有些人觉得你要请客 这才叫做正式的结婚 其实我们登记可以了 对… 可是大家一定要办 一个很大的宴客 是… 然后有些比较传统的瑞士人 他们就一定要去天主教堂 或是基督教堂结婚 他们才觉得说 这是正式的婚礼 那之后呢 他们会在下午的时候 办一个开胃小时 叫做阿伯后 就是他会给你一些酒水 然后一些小面包 起司或是肉干 然后就是大家都是闲话家常 然后你说你可以… 就是整个行程可以有三四个小时 就是大家就是婚礼之后 在那边吃吃喝喝 然后这只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 超过八点的时候 你要…就是要去正式的晚宴 然后那个晚宴也是就是… 有前菜啦 煮菜啦 然后甜点 还有咖啡 然后到最后12点的时候 他们会请DJ 他会把那个仪器 在现场放音乐 然后大家跳舞 然后跳舞差不多可以延迟… 就是直到四、五点才结束 那这样什么时候洞房啊 但是我就不清楚了 就要看那个新郎的体力 对 要看新郎的体力 那时候没有体力了 要讲老话 洞房老早就举行 对 要不要… 你宾客要不要包礼物 或是包红包 可以… 可以包也… 也可以不包吗 你可以用实体的礼物 或是其实你也可以跟那个 新郎、新娘协调 说你要什么东西 我有看过就是有包钱的 像我婆婆她就有包钱给我 对 给我包多少 我忘记算蛮多的吧 对… 要让爸爸妈妈知道 那边是有诚意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习俗 还蛮有趣的 就是台湾… 就是男生… 就是新郎新郎结婚前 会有一些活动吗 好像没有对不对 下聘要提亲 要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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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要提亲要来下聘 对 因为我没有跟台湾结婚的时候 不知道 要吃拼… 对… 对… 吃拼帅后又结婚 结婚后又结婚 结婚后又有多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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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会二整新郎 我们也有 真的喔 我们就是伴娘要整新郎 是喔 他们都是男生一群 然后我曾经在街上看过好几次 就是有男生打扮成小丑 或者是一些很奇特的装扮 然后拉着一个拖车 然后走路 然后他的那个加油团就在附近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最扯的 就是有一次他在开车 他就发现前面那个车子后面怎么有一个很大的笼子 然后笼子里面好像有一只动物耶 然后他仔细一看那是人扮的斑马 那就是一辈二整的新郎 这个是我们美国万圣节的那种概念 还要穿衣服 是… 那婚礼会很花钱吗 婚礼…我看过一项数据 它是说46%的瑞士婚礼 它的花费是差不多台币65万 65万其实算省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瑞士人的收入算很高 是… 所以如果折合台湾的话应该是二三十万而已 对…因为我发现他们… 我们台湾是是请客的话 有时候是上千人的厂子 或是几百 对… 你开到十桌算是多 粪草 十桌算很少 百桌 对… 你看那位民意代表是一千桌 对… 对… 尤其在乡下 但是在瑞士的话是他们差不多五十个人而已 所以就是小而温馨 是… 那要去那个相馆 然后拍那种美美的照片 然后再选很多 两大本 是台湾 那未来打架的时候拿出来丢 对… 但瑞士没有拍婚纱的习俗 主要不是用来丢 主要是亲戚朋友来家里强迫他们看 对…好像也是 好幸福喔 你没有拍这个吗 没有…我们都是结婚当天的时候 请摄影师来拍几张照片 对 然后等那个婚礼之后 我们会寄谢卡给每一位宾客 我们就会选我们最喜欢的照片 当做卡片的封面 对…我觉得还蛮有意义 那方马丁是婚礼在台湾 其实我们两边都有办 都有办 对,台湾跟瑞典都有办 虽然我们就是做得比较简单 我们都做了细事的 然后就是请一些情友 跟最近的家人而已 也大概就是40个人而已 这是… 所以这是一个观念 还是说你们瑞典人 大概都是这样 其实这种观念 第一个应该是说 如果要办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 就是一起情友 不会办很大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瑞典人其实很少结婚 很少结婚 很少结婚? 也有婚姻上的权利对不对 对… 法律上还是有保障 对…我们都有保障 所以其实很多人 他们就是会住在一起 生小孩 然后都没有结婚 像我爸爸也是一样 他们是没有结婚 可是还是一样生活 然后就是这样子 那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要结婚 对,很多人就是觉得 为什么要结婚 有很好的问题 对,那如果是我一我的 就是说因为我是去… 我是去台湾老婆 对,那因为台湾就比较有这种 一定要结婚的这种观念 他们就是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因为是一个保障 所以我就觉得好 那坦白就是我就是… 因为我爱我老婆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是… 照你的意思 对,照你的意思 我愿意就这样子 那结婚的钱是哪一边出的 都是我 都是男方吧 真的吗 美国是女方出是不是 对,因为美国是女方出 就是以台湾… 以男生来讲的话 男生他就只有附那个重演饭 就是他们预演的一个餐会 预演的一个餐会 我先休息一下 就是说你刚刚讲说不太结婚 对 那结婚的比例有多高 比例有多高 有一半吗 很少 应该不到一半 也不到一半 不少 权力都有了干嘛 对啊 因为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出国 因为政府都会鼓励我们出国去 比如说留学或是去国外学 比如说新工作或什么 然后如果你要回去瑞典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 你可以带外国人来瑞典 然后你们不用结婚 住在一起就有签证 就有签证 那有没有说要多久 他才会发给你签证 没有 有居留权 这样有居留权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 我们像为了要有签证 可能要坐在一起 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必须拿到绿卡 就是要做个移民间 在韩国其实也是 如果要登记结婚的话 就是他要出示一些证明 比如说你们交往的证据 他要看你们之前的照片 然后你要比如说 写出你们的恋爱故事 然后或者是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一起的照片 那些都是证明 对,证明 对,所以会有一些要求 但Cesia是嫁给美国人 这个美国老公其实是住台湾的 对,他现在住在台湾 我们在美国LA期住了七年 然后我们后来搬回台湾 是,那老公来到台湾 有什么不适应吗 其实你知道 因为LA是一个非常干燥的沙漠气候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老公就是到台湾 夏天真的是 对他来讲他真的是受不了 又热又湿 对,那你知道就是他在美国好好的 夏天不会流汗 因为是干热 到台湾一年四季都在流汗 你知道吗 像今天你看马丁穿这种衣服 我们老公今天一来 就算做摄影棚 一下就开始湿湿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糗 因为有时候就是 颜色会渗出来就不好看 所以他觉得台湾的气候 对他来讲 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适应 那他会觉得他是台湾人吗 会耶,真的 因为他在台湾 因为他就是中文也会讲这样子 那他对交通去哪里 他都非常了解 可是我们都会把他当外国人 对,所以他会觉得还蛮挫折的 他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 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去银行办事 我说那怎么样 他就说 我就有一些东西搞不懂 我就问小姐 所以说不好意思 那我要请教主管 他就跟主管讲说 主管,这个外国人 他怎样怎样不懂 那我老公就会觉得 为什么要叫我外国人 那我当然就会说 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外国人的样子 他就说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一般的台湾的先生去办事 他一定会跟主管说 这位先生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不会用外国人去称呼你 所以他就一直会觉得说 不管他多么的了解台湾 他会觉得 因为我长这样子 像马丁就是经法闭眼的 我永远没有办法跟你们一样 一视同仁 其实我们比较是好意 就是说这位外国人 他可能比较不了解我们 所以我们要给他讲得特别详细一点 还早会讲英文的长官来 万一他不会讲中文的话 可能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很多台湾人 一看到外国人就很容易觉得说 你一定中文不好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如果我们俗里外国人 会干练言语 对 我们都跟他讲一样 他会跟我们讲中文 我相信是这样 对 通常都是那样子 因为比如说你可以住在这边 五年、十年、十五年 三十年 可能你的一辈子比较长住在台湾 对 然后大家第一个语言跟你讲的 还是英文 其实会觉得有点 我已经 我一辈子的一半以上 已经住在这边了 对 为什么还是要跟我讲英文 对 我中文已经可以讲了 对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他去看医生 已经跟他讲 我中文没问题 开始跟医生讲中文 有很多人就还是喜欢 用英文去回答他 那去看医生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外国人用中文讲 然后医生用英文讲 医生要用英文回答 那我觉得在看病比较麻烦是 有的时候病情 老实讲 你用中文去解释 医生一定会比较知道 因为他是台湾人 那我老公就会一脸很茫然看着我 那我就跟医生说 他会听得懂中文 你用中文跟他解释病情就好 你又掺杂一些英文 那中英文其实兜起来 我老公听起来就会觉得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而且重点是因为通常 医生会有很多专业 专业术 专业术 这些连英文我们都可能听不懂 因为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会觉得 你不是外国人 连英文都不会听 对,还要对这样子 天哪,真的是好可惜 我觉得最可怕是去澳洲看病 为什么 因为澳洲人的英文 他翻译是I的音 他们的口音 所以我一直讲 你来今天 他说你来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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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要来试 笑死了 英国音 对… 那像你穿衣服 有穿洞洞装 如果稍微比较绿一点 老公会要求吗 不会 其实因为… 但为什么你今天要穿这么保守 我今天… 没有了,今天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 像可能是… 怎么讲 我穿衣服有时候 有时候会穿细腱带 那我身旁的男人 最喜欢念我就是我爸爸 就像我现在结了婚 有时候带我老公回去看我爸爸 那有时候夏天 比较热穿个细腱带 我爸就会开始说 你怎么会穿成这个样子 穿成怎样 对,就是你穿太少了 那回去的时候 我老公就会说 他会觉得说 你都已经结婚了 三十几岁 为什么还要被爸爸 管这个事情 管穿衣服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那我就说可能是因为 台湾男生不管怎样 总是会觉得说 自己的女儿 或有些人会觉得 自己的女朋友 不要穿这么少 感觉就是… 可能怕味道坏 还是怎么样 东西有别 就是说西方人对这个 比较OK 对 那其实真的 我觉得… 东方人就不是这样 等一下来请教一下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教一下 那韩国人打招呼 怎么打招呼 你说平常见面打招呼 对啊 就… 吃饱了没 就会这样吧 对,会说吃饱了没 然后如果说 比如说是 比较不熟的人 或者是 年纪比较小 跟年纪比较大的人碰面 就是会鞠躬一下这样 像我在韩国结婚 一年左右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我后面核心肌群 锻炼很好 因为每次看到人 你就是一定要 就是… 你好 这样子 对,那我回来台湾 有时候到小吃摊 结完仗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说 哦,谢谢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 吓到的感觉 就是和平时多礼 对 所以就是… 那个口头禅是… 你说打见面的时候吗 其实一般就是 你好 那如果是很熟的朋友 就是你好 就是半语 说半语这样 你好这样 我们是说吃饱话 但是他们是讲你好 对,就会先讲你好 然后像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可能会跟朋友说 你在干嘛 那他们就是 你吃过饭了吗 就其实是差不多 我们台湾比较重视民生问题 所以说吃饱话 如果晚上就会睡觉 真的吗 对… 不是,像我爸爸 我爸爸很喜欢 问我老公这个问题 我老公有时候觉得吃饱话 我老公就看看手表 什么时间 12点半了 难道还没吃吗 就是… 中午是吧 对,他就说 这是吃饭的时间才刚过 应该就是吃饱了 为什么我爸爸还要再问一遍 爸爸问这没有意义 就是跟你打招呼 你说这是他关心你 对 你跟他说吃饱话 就是你好的意思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爸爸也是会很在意说 像我提到说 我老公来到台湾很容易流汗 到冬天有时候也是穿短袖 我爸就会说 你这样穿是不会冷吗 要不要穿个外套 我那个车上有外套 我拿给你 我老公就会觉得 爸爸这样关心我 我又不好意思不穿 可是穿了汗流得更多 又热得要死 那他就说 为什么爸爸很喜欢问我 你冷不冷 你要不要穿外套 加外套 我说这都是台湾人 关心你的方式 你刚才说我不会冷 所以不勉强 可是他会觉得好像是 我爸就会皱眉 说你这样不行 就是会感冒 不然还是要穿上去 对,我去… 好 我这个月去德国 大概都五、六度吧 我们都两样 穿好几件衣服 他们就穿短袖、短裤 对 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东亚病夫 他不习惯了… 不习惯了,像我去大阪 大阪的问候语是 今天要赚上去 今天赚上去 今天赚上去 就是他们是商业城市 所以就是很重视赚钱 这样子 今天赚上去 那在瑞士… 通常你跟… 就是有时候在路上 你看到有陌生人走过来 你就跟他拭目相交 要跟他说… 就是跟他打声招呼 在瑞士德语区就是Gritzi 然后在法语区是Bongshu 然后在意大利区是Bonjourno 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跟亲友会见面 对不对 就是我就问… 他们很蛮注重工作 所以他每次问你说 你最近工作状况如何 对…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问你薪水 对… 会问工作… 有没有在工作这样 对…对他们来讲说 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所以女生不可以不工作 对…除非你有孩子 你可以在家里带小孩 对…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瑞士人 还蛮注重休息时间的 因为我发现到 每次亲友 就一早的时候遇到亲友 他们会问我一句话说 你昨晚睡得好吗 对… 对…他们还蛮注重休息时间的 我们会想说关你怎么事 我昨晚睡得好 对… 对… 如果你说带小孩 那个龙印台 我们以前的文化部长 他嫁给德国人 然后他长得比较黑黑瘦 海德堡 带小孩在公园里面 就会常常碰到老仙人老 他才把他叫过来 然后给他十块钱 说给你一个小孩 他以为他是越南难民 是吗 对…因为看起来像 不是 他们都很好心 就给你的小孩买个糖果 买过糖果 他就很气,我博士了… 我博士了… 十块钱不少了 对… 所以他们很好心 你有碰到这个吗 我没有小孩 但是我有认识台湾太太 嫁给瑞士人 所以他们生出来的小孩 是混血的 但有时候混血 他可能会比较偏爸爸那一边 所以有时候台湾的朋友 他就推他小朋友出门 然后外面人就说 你是他的保姆 对…就还蛮尴尬 然后他们还蛮注重 小孩子的安全 就是如果你要带你的孩子 出国的话 你一定要证明说 我是他的母亲 他会没办法信任你 所以以为你是要绑一下小孩 对… 是吧 那瑞典人打招呼是… 就很基本的 就是你好的样子 就只有你好 对 好…那台湾人 你吃饭 有什么时候问过吗 会 也是会 我一开始也是会 就是觉得 怎么会问我 就是这样 很奇怪 但后来我就是 因为问人家是什么意思 通常就是那种 以前可能比较没有钱 没有钱买饭 如果你吃饱了 就代表你有钱 你最近过得好的样子 所以也是一个你好的样子 对… 刚刚这个 归纳说 瑞士人很重视工作 女生也是 对不对 是… 那嫁到韩国人之后的女生 也被重视工作吗 其实还好 因为韩国还蛮多女生 就是结婚、怀孕之后 就会辞职 那其实我觉得一部分 除了她们的那个女生就是… 结婚就辞了 对…有的 就是结婚就会辞职 那像我之前认识一个姐姐 她年纪应该快要四十岁 她是去年结婚的 那她就是从三十几岁 就一直想着 我要赶快结婚… 我要赶快结婚… 结婚就不用工作了 好棒喔 她就是… 她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像另外的朋友 她是跟我年纪差不多 她是一结婚 别人就会讲说 该辞职了吧 然后就是大家就已经 一直在等她辞职 她们就觉得 反正你结完婚 你就是会准备要怀孕 那你怀孕就一定会辞职 那你现在还在这里干嘛 对…那她就会觉得很不高兴 因为她其实是 蛮有事业心的一个女生 对…那她就想说 我明明就是要再辞职 所以她会怎么说 期待你要辞职? 应该说是… 还是说你要叫一个好老公 所以你不用工作了 因为应该说是 她们像如果怀孕生子的话 韩国的那个保姆的费用 其实很贵 在台湾可能要台币六、七万以上 对…那所以她们还蛮多人就是… 一个月六、七万台币? 对…因为那其实就等于 一个人的薪水了 对…所以她们很多人 就是会选择 那就自己辞职 然后在家里带小孩 带小孩 对… 其实跟瑞士也差不多 因为瑞士请保姆的费用 也是跟你自己一个人 赚的月薪是差不多 所以很多就是有孩子的那个 瑞士太太他们会决定 在家里带小孩 但是她们还是会尽量 会去寻求工作的机会 因为在瑞士工作是蛮有弹性 在台湾是不是你不是没有工作 不然就是百分之百工作 但是在瑞士 你可以选择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那这些带小孩的太太 她们可能就是会选择 比较低比率的工作 就很有弹性 对…是非常有弹性的 亚洲比较难 对… 可是可以建议一下瑞士太太 可以去搞团购、团妈 现在都很流行 有没有FB的那种团 刚才要带小孩直播 你有看过小孩放晒嗎 帮老子、帮老子 帮老子 对 其实生小孩要去瑞典生 真的 瑞典 福利 你听听芳麻丁怎么说 我们先休息一下 生小孩就要去瑞典 瑞典的福利会怕死人 真的 因为其实在瑞典 我们的运营… 我想台语,你也听到吗 我是台湾人 很厉害 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 因为瑞典 瑞典有480天的运营站 而且是有心 有薪水的运营价 480天运营价 有薪水 16个月 对 那这个是… 这个是父母共同利用的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 父母一定是要陪伴小孩 因为小孩刚出生到 大概一岁多的时候 是最需要照顾的 所以两个都不用去上班 只说你可以240天 他有240天 对 可是其实至少有90天 是爸爸一定要的 如果他没有… 不能只是给妈妈就行了 对,一定爸爸也要 因为我们瑞典很重视 小孩的增长 对 或是小时候 因为那时候 他最会学习很多东西 最需要爱 因为我们瑞典就是觉得 你一个爸爸妈妈 是一个小孩 那就是要给他很多爱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全新 对 那失业呢 失业呢 失业也是有 我们也是有大概… 如果你失业了 我记得常常… 大概是第一… 因为你要继续找工作嘛 那你找工作的前200天左右 你有大概80%的… 80%的薪水可以领 然后从200天后到… 可能就一年多 有大概70%可以领 哇,那大家都不想工作啊 不是,但是大学毕业 找一个盖域不错的工作 做个一年 然后就… 失业 然后你… 就到中南亚去 在海 其实这个也不用 因为你只要到那边留学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政府都会鼓励 你们都会给钱 像我来台湾之前 我是待在日本 待在那边两年 学日文 然后都是政府 出钱 对,政府出钱的 然后现在来台湾 我在那边的第一年 也是政府给的 是… 太太有去瑞典吗? 有… 有常住吗? 没有常住 可是我们就至少一年会回去一次 她在瑞典习惯吗? 虽然会有一些地方 是比较不习惯的 那我还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第一次夏天的时候 她来瑞典 因为我们是比较北部 北欧 所以夏天 那个白天就很长 大概早上… 有咒 大概早上五点 就… 天亮 天亮 然后到晚上十一点左右 才会天亮 晚上十一点 因为台湾就是大概一年 都是六点 然后到那边就是十一点 所以感觉就一直都是白天 然后… 除了这个一直都是白天之外 她就是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夏天瑞典人很多都是有暑假 因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都有暑假 暑假 然后也是有几个月的 所以很多地方她们也是打烊 那比如说在夏天通常的 比如说一般的白货公司 服装店 所有的店那些 她们可能就是大概晚上六点 就打烊了 所以没得关街或什么的 然后她就是觉得 那你这儿子一直都是白天 可是没有地方是开的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很可恶 我有一次去瑞典就是跟一个女孩子 就有一个高塔上的餐厅 对 然后我说我们去吃饭看洛日 我想六点多洛日 我说吃到八点、九点 还没有洛日 还没有洛日 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 有话都没话可以讲 对… 对… 那你在台湾结婚四、五年 有没有人很关心你小孩子 她们…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小孩 那他们关于顾小孩的… 你现在叫个小孩 对… 你叫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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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 我们为了年轻的战斗 因为男子现在很皮 他很皮 很皮 所以我们通常会吵架的方面 就是照顾小孩 比方说… 那是你比较严格 还是他太太比较严格 我比较严格 我是… 因为我的观念也是就是说 你只要比小孩坚持… 就好 因为通常… 因为他是比较心软啊 比较心疼他 然后比如说小孩要什么 他都会给他啊 或什么… 然后这种… 比较没有那种… 关心他的这个样子 因为我会比较坚持 然后想要叫他 比如说吃饭的时间 我是觉得 他只要坐好在餐桌嘛 然后在那边乖乖吃饭就好了 如果他不吃 那你就坐在那边 等他要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直… 就是要这样子坚持 让他吃饭 可是老婆他就比较想要 就是想要一些办法 比如说他可能会把全个饭 磨成泥 可能口感不好 或什么 不要,那可能 那些玩具要放在这边 或什么 就是不管什么 就是要克服他来吃饭 或什么 要引诱他 对… 或者像我们去外面 去那个公园要玩的时候 我就是很鼓励他要自己 他想要玩什么都可以 他要爬高 然后让他爬高 虽然我会在后面就是 注意风险 注意看一下 可是我不会碰他 就是让他自己 可是老婆就是觉得 太危险了 不要让他玩这个 不要让他玩那个 然后只要他手移到摩地上 他马上就要来查 查… 很害怕 很害怕 对,我觉得太多了 对教养的态度 会有一些矛盾 真的 不想让他碰动物 是… 这样太多了 那归纳结婚五年了 对… 有孩子吗 还没 还没… 不然是怎么不生 这样好像问太多了吧 真的吗 没得瑞士脸座会这样回答 对 不可以这样问 对… 不是,我们先问你生了没有 你如果说没生 我们就会再问要不要帮忙 我说你真好 我就介绍医生 对… 我真的还蛮不习惯 我在瑞士真的很少会问我 他们会问你 你有没有小孩 就是一个基本资料 你有没有小孩 就像你有没有工作一样 但是他从来不会问你 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但是我这次回来 我觉得我获得很多关注 我真的觉得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就有一些比较不熟的朋友 他就会简讯说 你生小孩了吗 之类的 不熟还这样问 对,我就觉得好像 会让我觉得隐私好像受水 那你怎么回 我说谢谢你的关系 对… 对,然后刚… 你应该跟他讲说 因为太皇过世了 他就会说 太皇过世关你什么事 对不对 你就回答他说 我生不生小孩关你什么事 不好意思说 好妙答 但是刚刚马丁说的 关于教养 我觉得还蛮有感觉 因为在瑞士 他们父母也是很早就放手 让孩子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让他们从经验中学习 像我认识一些瑞士人的朋友 他们有小孩 他们三岁就让他开始用吸尘器清理地板 三岁 三岁 我可能是到二十岁的时候 才第一次结束吸尘器 对 甚至我有一个朋友 他女儿才四岁 他才刚上托儿所 他会在厨房帮他切菜 对 对 对 让我们从生活上学习 是 我听说瑞典 十六岁就可以搬出来 跟父母 不跟父母住 可以 而且你出来住没有钱 你还可以跟政府带来 是 是可以的 虽然就不多 通常就是大概十八岁才能搬出去 可是你十八岁 真的是已经都可以 因为通常 刚刚刚说的就是 我们从小 就大概四到六岁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就是 这个家事分得很清楚 比如说 小孩要自己打扫他自己的房间 然后可能我们 一个礼拜一天 会就把所有 这个全个家打扫 然后他负责一个部分 然后比如说 我下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一个礼拜 都会分每一个人 哪一天煮饭 小孩自己有一天 要煮饭给大家吃 那这个也是 还没有十岁的时候 他就是要煮饭给 所有的家庭吃 我觉得你们很不疼小孩 台湾人的观念 这是故意多分的 我们为了让他考台大 他是都不用做的 所以你才制造一群无能的 这样子 叫我们这种 然后什么都不会 煎荷包蛋 翻面就不会翻 对 所以也是鼓励他们的独立 对 学习独立 他那个卤蛋掉地上 妈妈捡起来 自己舔一舔才给他一起吃 对 没有啦 我们是说 现在掉到地上三秒钟之内 还不会有吸菌 想要煎鸡吃 对 但我就觉得瑞士人 他们真的很会做家事 像我不会烫音符 但是我老公会 然后他什么菜都会做 而且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 他还会使用缝纫机 他才 玩过缝纫机 真的 我就看过他用缝纫机 帮我缝补我的衣服 然后还做皮带 还有手机套 那我请问一下 你老公那么能干 你嫁给他 你负责做什么 我觉得好像在做什么 不怪要嫁去对市 大家都嫁去对市 而且又没有婆媳问题 对 真的真的 没有什么小姑 什么都没有 对啊 对 对 对 你要不要办一个什么婚友社 联姨 对 台瑞联姻 这样子 这个不错的点子 老公会管你吗 会 管什么 我觉得我们 我跟很多瑞士的太太讨论过 我们最常争吵的原因就是 干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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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家庭 因为我们 我发现到我们是住台湾 可能是台湾比较潮湿 对不对 然后东西很容易发霉 然后就是会积灰尘 所以我们就会 对那个整洁标准会降低 没有灰尘就算干净 对不对 但是在瑞士不是 他们一定要用那个清洁区去打扫它 然后那个是物品变成亮晶晶的 才叫做干净 所以我跟我老公 他常常就会念我说 这个地方不干净 你要去打扫 之类 就是常常在为这件事争吵 你会跟他讲 老公你也会烹饪 你也会缝衣服 你也会干嘛 那个地上你救你也会 对 对 他有时候看不下去 他真的自己去打扫 像我们家浴室 我打扫只要五分钟吧 他花一小时 他会看不下去 他自己来 对,老公都一直忙 对 那你都在做什么 我在写作 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一集播出 看到很多台湾的女生 想嫁瑞士人 对 我们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嫁瑞士 一个没办法嫁瑞士 就开始写作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怎么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要结婚几年 13年了 13年吧 有多少钱吗 还没有 还有多少钱 不行 不好意思,讲得太快了 沒关系,没有打算生 我們想輸我們的世界 你吃甚麼 作家 作家 也是寫作的 好賺嗎 要問苦林大哥 苦林大哥應該才知道 對 可是你們會否覺得 這樣被冒犯 因為台灣人最愛問人家賺多少錢 其實我覺得文化不同吧 因為以我老公來講 他就會覺得我的媽媽 你好像問得太細了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就覺得習慣了 那老實講你問我也不一定要告訴你 是這樣子 那夫妻之間的財務怎麼處理 我們夫妻之間 因為其實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會開一個所謂的聯名帳戶 叫Joint Account 這跟台灣很不一樣 這個叫聯名戶 對 聯名戶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帳戶 就是老公是老公的 老婆是老婆的 那你們要… 不必,大部分都是老公就是老婆 就是老婆的 那你們家庭開銷要怎樣的話 就是兩個人要去討論 對 是這樣子 那因為在美國有所謂的聯名戶 等於說我們賺的錢 就是放在聯名戶當中 對 我也沒有我個人的戶頭了 對 我老公也沒有 那我們的家用 什麼樣的歸後 我們就是從聯名戶一起 所以其實我們的網路銀行 會非常知道 你知道你老公提了多少錢 我們買了甚麼東西 都一清而儲 對 那你私房錢要藏在哪裡 私房錢好 你有私房錢嗎 有的 媽媽教的… 好,那你也知道 我覺得台灣人媽媽總是會比較告訴你 女兒說錢自己要管好 給老公那邊的話 小心他就拿去養別的女人 之類的 好,那問題是 因為在美國有專業康 所以我那時候在美國上班的時候 我當業務就會有業績獎金 我就覺得說 好,我要遵照我媽媽的意思 我就把業績獎金是現金 就藏起來 有一天也是被… 你這個老公不知道 對,他不知道 好,在打掃房子的時候 打掃亮晶晶 好,那我老公就發現 這一包錢,一堆現金 從哪裡來 會不會是之前的這個… 屋主 屋主留下來的,對不對 然後我就… 貪丁 想說糟糕了 你知道,我就說這錢是我的 那他當然就會說 什麼叫做這個錢是你的 我說我賺來的 然後就立刻說我賺的 這是我業績獎金 是我的 他就說不是 你賺的錢就是我們的錢 所以說這應該是要充公的意思 要放在我們的聯名帳戶當中 那我當然就跟他講說 可是就沒有是我自己賺的 那以他來講 他就會覺得說 其實這算不當當產 就是夫妻之間 就是夫妻之間就是要信任 那你為什麼要藏著一筆錢 不讓我知道 你是不信任我嗎 對 他這樣問,真的是啞口無言 我說不出來 我跟你說 你要信任不信任 還是要看那些車子到底多少 如果一點點就說 對,那是上面汙子 真的很久了 一定是很多人 對,所以後來 當然就沒有再私房錢 這件事情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不喜歡很多事情 你是瞞著我的 這樣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要分你的跟我的 對 你知道我們台灣男人 怎麼藏私房錢嗎 像我今天來上通告 我已經有通告費 也是私房錢 他就問我的通告費 我說借給曾宏儀 好聰明 他有需要 然後過一次他說 你上次那個通告費 曾宏儀沒還你 我說沒還你 他說沒還他就那種人 我有什麼辦法 大嫂,以前的錢都嚇到我這裡 但是我跟你說 我都給你製作人 我都給你製作人 你會偷偷自製作人 有沒有私房錢 我…沒有 講得有… 一定要說沒有 所謂的私房錢 是很大筆的吧 我只有長一點點而已 那還是私房錢 小的也是小的 一點點是多少 沒關係,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在瑞士沒有播出 100… 就幾百… 幾百還好 那個很可能要隨時零用 對… 然後我們在瑞士的話 你可以跟你老公有一個共同帳號 所以我跟他就是同一個帳號 然後我需要錢的話 我自己拿金融卡去提 對,去提就好 但是我妹妹的話 她先生好像對她更好 她開了另外一個帳頭給她 然後她每個月會給她差不多兩… 或是每個禮拜給她兩百塊的瑞郎 然後我… 當她私房錢 對…然後我妹妹她也有上班 她的錢也就是存在那一個戶頭 就是都是屬於她自己 就是每個夫妻不太一樣 那不是私房錢 那叫工作獎金 工作獎金 這樣子嗎 表現好就發多發一點 你有跟妳妹妹的這種 跟你老公講嗎 有稍微提一下下 結果你老公聽不到 還必須溝通 還必須再繼續溝通 還有女人 我常常私房錢 方馬丁,你知道嗎 我覺得應該不需要 不需要 雖然我知道你不需要 但是就是實務上會 對,我是不知道 媽媽教的… 我是不知道老婆有沒有 可是因為通常… 回去打掃 因為不用 通常我領通告費 然後我會到家裡 我可能自己拿個百分之二十 然後放在我的皮包 然後其他就是放在家裡的地方 然後因為那個錢就是… 比如說老婆去買菜或甚麼 要買東西,就從那邊拿 那如果你的通告費漲價 你回去會告訴老婆吧 不會,因為我也不想 在皮包帶太多錢 所以我就會留一點點 夠用就好了 然後其他就放在那邊 然後老婆可以去用 她想買甚麼就去買 謝謝,你看 私房錢這樣存多久 我存了大概有半年吧 半年 對… 半年這樣存多少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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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忘記了 對… 可是存了還滿… 有一筆數據 都忘記了就算很狡猾地回答 是… 思議 記要靠聰明 忘要靠智慧 有智慧的人才常常忘掉 對… 沒錯… 不過西方國家 大家比較沒有婆媳問題 那我們東方國家就會有 對 韓國會有嗎 會… 會喔 婆婆有甚麼要求嗎 像我婆婆 因為我們一開始 結婚前就有講好 因為我跟婆婆 其實算是非常陌生 所以就是…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是想說 前一年先住在婆家 然後之後再搬出來住 那進到婆家之後 一開始當然就是 她對我們夫妻干涉非常的多 比如說開門進來 或者是像她都是那種… 然後她就開始一大早 可能五六點 就開始用吸塵器在外面 一直… 大吸特吸 然後煮飯的時候 就是噴噴噴噴 你會一直聽到 外面的聲音 對 那個聲音 然後她就是要叫你起床 你怎麼知道人家要起床 那煮飯就是會出聲音的 沒有 那個聲音已經超過於 你平常煮飯的聲音 這個你都會聽到 你知道的 如果太太在起碗的聲音特別大聲 你就知道她會清醒 對… 真的 沒錯… 那怎麼摔壞呢 摔壞就開始了 如果摔壞 就趕快… 趕快線找群座 那些妹妹又不然 摔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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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除了那個之外 婆婆就是會要求她就說 因為像剛剛有講到的就是 韓國人也不能忍受 地上有頭髮跟灰塵 她沒有辦法接受 為什麼台灣我的家 角落會有一些陌生的東西 就是捲成一團的那種 你知道 衛生紙 不是衛生紙啦 那個什麼 灰塵跟頭髮 或一些小紫屑 那她就會想說 為什麼你們會 就是沒有好好的清理 可是那是PM2.5造成的 跟我們沒有關係 對,像我婆婆一開始就說 第一天要掃三次,早中晚 一天要掃三次 對 那你… 晚上三天掃幾天 對,然後她就說 比如說廁所 一個禮拜一定要清三次 而且不是那種簡單摔一摔馬桶 是要用那個清潔劑 就是牆面 然後整個洗面 那個叫什麼 洗臉槽 然後那個馬桶、地板 整個地板也是那個縫 瓷磚縫也都要刷 刷 那一個禮拜三次 大家都知道不太可能 就是… 對,以台灣人來說 你要跟婆婆講 環境不能太乾淨 太乾淨我們會失去體感 對 沒有細菌 真的,以前我叔叔的小孩就是這樣 太乾淨了 結果小孩一生病就很嚴重 我有一個問題很好奇 就是請問你們在韓國 使用完洗手台 你需要用蘑菇把它擦乾嗎 不用… 因為在瑞士需要 這樣擦乾嗎 對…因為… 單單不曬就對了 對,不曬,因為瑞士的水是硬水 如果你沒有馬上把洗臉槽 用蘑菇把它擦乾的話 會累積水垢 對,他們是無法忍受這件事 好… 對… 然後婆婆叫你清那些 不太可能,那怎麼辦 就沒有清,就會被唸 就會一直被唸 她怎麼唸 她就會說,你怎麼這麼髒 你看這裡都有甚麼霉 因為有時候裡面水汽 會有一點紅紅霉菌的那種感覺 她就會說,你這個怎麼不清理一下 這樣子對健康不好之類的 你用韓國話唸唸看 學你婆婆唸看 對,像其他廚餘 就是她要求只要吃完飯 就要去丟 對,其實我們一般都一天 可能晚上或兩天丟一次 她就是要求會很多 那後來,等到搬出去之後 她可能來我們家 就是順手電視機 就會這樣抹一下 要抹一下 然後就… 對,就是… 我發現你偷偷有當過兵 偷偷是這樣 對… 然後擺手套 有灰,我就… 那就拆一下 這樣 你也是老實 我告訴你,你看都沒灰 太輕生了… 太輕生了 我們當牌掌 我們檢查新冰掃小便槽 我們手指就拆 寫著,重洗 天啊… 她嚇人了 結果用食指去弄 然後用招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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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套 就嚇兵用的 我跟你講 你婆婆是對新來的媳婦嚇嗎 對… 對… 像我老公… 我老公也是知道 他就會跟我講說 你就盡量… 因為我就是那種 你對我有一種不禮貌 或者是太過分的要求 我是會回嘴的人 但我老公就說 你就忍一下不行嗎 你就忍一下 對,但我現在 我婆婆反而比較喜歡 就是我會回嘴 因為她就說 她聽一些朋友的媳婦 就是表面上全部都好… 但是背後就是… 都不好 對,不服從 所以她就反而後來 就跟我老公說 她其實覺得這樣的媳婦也不錯 對,你跟她說 台灣已經被打壓很久 我們不要再被打壓 這個錢呢 你跟老公怎麼處理 錢是…在韓國 蠻多都是老婆館 所以我們就是老婆館 老婆館 對 每天洗澡,對吧 對,不用 都是我的 好棒 雖然有婆媳問題 但這一點我還是覺得 嫁給韓國人也不錯 對… 那這個… 跟婆婆之間有衝突 老公的角色都是站哪一邊 老公算都是站我這邊 然後她就是當下 比如說她會先幫我講話 那幫我講完話之後 她可能之後就會寫信給她媽媽 她就會寫一封信放在她媽的床頭 我老公就很喜歡寫信 所以我戀愛的時候 也是收到非常多那種手寫信 總之她就會寫給我婆婆 因為今天是因為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你這樣做其實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就寫這封信給你 但是希望你不要生氣 她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不錯啊,這樣很好啊 對,還不錯 而且最重要是她站在你這邊 對… 所以我覺得這點還滿重要的 是… 那聽說婆婆什麼事情也會… 不一定會明講 要用猜的嗎 對… 對,像比如說我們剛吃飽飯 然後一般來說 有的人會想要馬上洗碗 那我就是屬於那種吃完飯 我希望喝個咖啡 然後休息一下我再洗 我婆婆也會說 過來…過來這邊坐 就是先喝個咖啡再去洗 但是事後她就會跟我老公說 怎麼叫她不洗就真的不洗啊 這很難猜耶 對,所以後來她就是叫我不洗 我就是堅持我要洗 她就說 你怎麼… 都不平衡 對,就坐下來喝杯咖啡 為什麼要這樣子 她就是這種類型 那現在就是… 以前剛開始… 這個很難以為… 對,因為一開始就是完全摸不透 但現在就是可以稍微感受到 她現在到底要你做甚麼 就是…還是猜得出來 是吧,厲害 所以現在就是你喝咖啡 讓婆婆去洗的 對,現在是婆婆去洗 真的嗎 真厲害 真的 這個洗腹不簡單 我先休息一下 好,台灣人怕鬼 事實上美國人也怕鬼 聽說你們住過有問題的房子 對,這是我們在美國租的第一個房子 我還記得 這個房子其實剛開始住進去 因為她在一樓 不覺得有甚麼奇怪的地方 因為我們對面的鄰居 他們會抽煙 有時候就跟我老公在聊天 有一天,她這個鄰居老婆 就問我老公說 你們在裡面住一陣子了 有沒有覺得怎樣奇怪的地方 我老公說 還好吧,我沒有甚麼奇怪的地方 那鄰居就說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住你們這一戶 我覺得我跟我老公 就是一直會覺得有一些感應到奇怪的東西 像譬如說 我們覺得好像有另外一個人 跟我們住在一起 東西放著會移位 然後家裡兩個貓 貓咪會對著這個牆壁在那邊叫 他就覺得有奇怪 他就才搬到對面去 那我老公都不敢跟我講 直到有一天,真的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是在那個 Sarbak上班 我們的那個 我們時間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有時候 我老公要忙到非常晚才回家 我可能是晚上11點,我一個人在家 那在家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是在這個… 主要是我在西地板,我在打掃 我發現有人在撩我的頭髮 我一個人在家 有人在撩我的頭髮 那時候真的是寒毛整個就豎起來 我就會覺得說… 老公是你嗎 對,奇怪了 你怎麼… 你怎麼回來了 怎麼會這樣 我就覺得好奇怪 所以後來我就也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家裡很乖 那老公就安慰我說 不要擔心,不要怕,沒有怎樣 他還是不敢跟我講 好 於是又有一天晚上 我們夫妻倆就是 坐在這個沙發上看電視 看電視看到一半 我的眼角就發現 就是有一個人影就這樣晃了過去 你知道嗎 那時候心裡就會覺得說 會是我自己眼花 我還沒有講 我老公就抓著我的手說 你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他還不敢轉過來 他只是這樣 你看到嗎 然後我就說 嗯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 媽,就不敢住了 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他就說 因為他第二天很早要去上班 我就說 那我要睡車上 我就開著車跟他出去 就睡車上 冬天很冷 好,那那個時候就 跑去問鄰居 我就問鄰居說 是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鄰居還說 相信我 你不想知道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就長得很恐怖 好,那這個時候我當然就問台灣的媽媽 我就問她說 家裡有鬼 我說那依照台灣的方式 是不是要去廟裡拜拜 要給他 對 我媽媽說我還要寄大悲咒 心經,你要唸 好,那這時候我就想說 六神祭其實也是台灣的關窟 應該是要這樣 對 可是問題是,我跟我老公交通 就說 等一下,可是… 我們鬼是美國的鬼 對 我聽說要燒美金還是燒台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金剛金可能聽不懂 你唸是有用嗎 對 我說對,這是中西文化不一樣 我對付的是外國鬼 我該怎麼辦 又跑去問鄰居 請問一下你們美國人 就是有這樣不乾淨的東西 該怎麼辦 我鄰居又告訴我說 你就是要燒一種草 叫鼠尾草 英文叫Sage 它是乾燥的 它會有一種味道 你要燃燒它 然後就在你的房子走一圈 房子就會得到淨化 那我們就真的想說 那還是用美國人的方式 做了以後 我老公就說好 還跟他說 我老婆是台灣人 你要住你就住 也不用跟你收房租 拜託不要出來讓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是用美國的方式 後來真的就沒事了 是真的沒有在 有感覺到有人在 對 即使有付房租,可能是金座 是金座 你還收房租 不過我覺得講到剛才婆媳關係 我覺得台灣 美國人他們的這件 就是對宗教信仰 跟後世的處理會比較不一樣 像講到婆婆 我婆婆後來就是去世了 去世以後她是選擇火葬 火葬的話 她的骨灰是放在我們家 所以其實這跟台灣人的習俗不一樣 台灣人的骨灰就是會覺得 放在明古塔 陰陽不要在一起 可是我老公就會覺得說 很多美國人會覺得 骨灰放在家沒關係 而且會把它放在壁爐上面 家人嗎 對,是家人 所以我們現在的骨灰 還是放在我們家 那我覺得如果今天 我是跟台灣人結婚 我可能心裡會覺得很害怕 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因為老公是外國人 就覺得還好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說 那你是跟婆婆同住嗎 我說對,我也是跟婆婆同住 我們在一起 我們相處得很好 沒甚麼問題 婆婆都不吵,不鬧 對 像我公公,她是土葬 像韓國的話 我們會在中秋過年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公公的墓前看她 那看她的時候 其實以台灣人來說 可能也會覺得很害怕 就是我們會鋪一個野餐店 坐在她的墓的前方 然後大家就開始吃東西 然後聊天 然後可能隔壁 目前也有人在吃東西聊天 那大家就是 有一點我們的掃望 對 然後就說韓國的大節日是春節 跟中秋,就是大節日 對 那你書裡面有提到說 讓媳婦聞風喪膽的韓國拜拜 為什麼說這麼恐怖 因為像其實韓國就是很多都是超級大家庭 那可能每到假如說以中秋來說好了 中秋可能就是到長子的家庭去 那掌席就會非常辛苦 因為所有的親戚 他可能會從不同的地方過來 比如說以台灣來講 假如一個從墾丁,一個從台東,一個從宜蘭好了 那他們三個來的時間不會是一樣的 比如說宜蘭的家人先到 那媳婦就要上菜 就是所有的主菜小菜 然後飯全部都上好之後 你就是等他們吃完 你就要把那些東西拿去收拾 對,收好、洗好 然後可能過一個小時之後 台東的就來了 對,來了之後你就要做一樣的事情 你要上所有的菜給他們 那走了之後再換另一組 那你就是還是要一起 墾丁又來了 不停的 對 那你就像我家庭兄弟一樣 這樣就怎麼辦 就很忙 六歲期 對,所以媳婦就會很辛苦 那像韓國大概在過節的前幾天 就要開始去市場採買需要用的東西 比如說各種水果 然後要煎很多的餅 對,那些都還滿辛苦的 那我們婆家因為是基督徒 所以我們是在家裡會煎一些東西吃 但主要就是做禮拜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媳婦就不需要 不需要 是,那韓國男人進廚房嗎 基本上不進 不進廚房 不進廚房 他們就是 做東方文化的 對 君子遠泡廚 是老師從小就教育這樣嗎 對,所以一開始結婚 剛住在婆家的那段時間 她就有時候會被我叫來幫忙 我婆婆就會說 怎麼可以讓男人進廚房這樣子 對,那後來我就是跟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一開始也是覺得 為什麼我要洗 我媽媽從來沒叫我洗過碗 對,可是後來就是慢慢訓練 我覺得你可能嫁到一個不錯的老公 因為按照統計 所以韓國男生娶外國女生 千分之五十一的離婚率 但是如果是娶韓國女生的離婚率 外國人娶韓國女生的離婚率 千分之十六 相差三倍 很明顯 所以就是說韓國男生 到最後很多女生是受不了 但是就是你這個老公看 聽起來是不錯的 他算是因為 穿菜熱線惹惱中國 台灣現在到底是什麼處境 台灣本土企業向中國靠攏 背後又有什麼引擎 國內國外紛紛擾擾 小鷹打的又是什麼主意 今晚八點請收看新聞 哇哇哇 哇哇哇